美国的海军退役的陆战队的指挥官 太平洋的陆战队的指挥官 陆战队的 这个陆的中将 美国中将是三颗星 中将是三颗星 上将是四颗星 从准将一颗星开始 他到台湾带了25家的这些军火商 到台湾来访问 可能要有一些重要的装备 推销给台湾 大概就是我判断了 第一个可能就是无人机 因为他有参观这些相关的无人机的这些 看看台湾的这无人机的这些水准 制造的能量如何 另外一个就是 美国所贷款的这5亿美元 就是153亿青台币 你要买哪些 要这个样子对台湾做建议 台湾防卫作战 你要买哪些武器 还在强化 哪些装备是你所需要的 你只可能在滨海决胜 在博地在摊案的时候 你可能要路上作战 你要买哪些 不能这样他下了清单 那这个海军乱队 他带队一共25家厂商 是他的专案商 这些专案经理 不管是雷神 格鲁曼公司 洛克希德马丁 诺斯诺普厂 还有通用动力奇异公司 还有这个太多了 还有包含波音 美国这个重要大厂商是非常的多 包括2049一个智库 智库也来了 他只是做一些研究 区域安全的研究 可能比较聚焦在台海 美中台 美国 中国大陆 台湾 美国聚焦台湾 2049也派了这些代表 同样的 这个韩如伯 美国在台商会的主席 他也来讲话 来致辞 来关心 那美国他有贷款 这个5亿 我们要买哪些 我认为我们台湾有需要去积极争取 当然不是为了反攻大陆 而是希望有些备战的力量 你能够备战才能够有和平 你如果弱得不堪一击 那不是两岸就开战了 所以不见得是 我认为是要维持台海的稳定 倒不是想要对中国大陆做挑衅 从另外一条来看 好 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一次有讲到的就是 有讲到特别讲到神剑炮弹 将来打仗不是乱枪打鸟 将来无人机的天下 这个神剑炮弹 这很精准的 大家现在看来这些东西 它也有导引的东西 大家看来说推生段 神剑炮弹 你看它也有这个旗 它可以修正它的弹道 这个炮弹就贵了 我们知道一发妖物流炮 是900美金 900美金大概就27000块台币 算3万块好了 一个炮弹 但是不要忘了 这一枚不得了 这一枚的话将近就是 将近10万美金 你10万美金你乘以30 就300万将近300万台币 这枚炮弹就300万台币 这比一部车子 凌贵的车子还贵 这是神剑炮弹 这样打仗要精准 不然打出去有什么命中目标 它精准 它经过修正之后 它这个经过控制 控制之后 这个炮弹 一出炮口 它还会去校正 当然它还有那个角度 我们知道尤其是雷射刀云弹 它的角度要大于15度 最低最低不能超低于15度 基地15度 它就没有办法做控制了 因为它这个没办法做控制 因为它动能 这个角度不够 超过15度 30度最棒 它可以做控制 因为它这个角度是最矮 对的目标就修正过去 我们知道 这个军准炮弹 但是它贵 大概 10万块跟1000块比起来的话 大概是100倍 100倍 你平常那种打了 你要100个弹才能换一个 那个腰如流炮 一枚的话也只不过是 3万块 27000块台币 这一个将近300万 300万台币 你要这样子 你3万块跟300万就知道100倍了 如果在最保守估计要70倍 所以70倍到100倍的价差 要这样来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军火商来 大家有记者问我 我说我们到时候 我们要可以做无人机的技术转移 我们无人机 你台湾无人机是四个 你红雀无人机 瑞渊无人机 腾云一号二号无人机 还有的就是 我们讲的剑翔 剑就是斗剑的剑 翔就是飞翔的 剑翔的自杀式的 有点像以色列哈比的无人机 你就这四行 中国大陆那么多行 你本来就要在这个无人机上面 还有很大发展的空间 而且一定要用卫星 那我们现在 这个中国大陆那么多 你包含彩虹系列 翔龙系列 BZK系列 还有双尾鞋 还有无针8 无针7 那么多 台湾没有 那台湾派飞机起来拦截 你为什么派无人机 因为它速度慢 你派无人机去 不然你会贫一奔命 因为它飞到这边 飞了八个小时 你战斗机只能半个小时 因为你去20分钟 回来20分钟 40分钟 那你只能停留半个小时 停留半个小时 你再飞回来 那你换掉它会八个小时 你就飞16匹次来 那不是贫一奔命 你派无人机嘛 你派腾云 也跟旁边并飞 跟他 你也跟他做请收 你看他哪些装备 他哪些路径 对不对 然后他就不会往里面飞 你不要派无人机 派友人机 友人机的话 你跟他做应对 他还在那边飞 慢慢飞呢 你自己 你把精益放下来 对不对 挂了一个高空角 慢慢地飞 你又耗油 在旁边 并驾 并驾飞行 让他不要再靠进来 会变成这个状况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要怎么样去 你在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节约 节约呢 战争准则里面讲 有个讲的绝约原则 节约弹要 节约人力 节约资源 你不要在还没有作战的时候 已经耗尽了 这就不好 很多事情要 要养金蓄锐 要储备这些 要多储备粮草 要打持久战 就战还没打 你就先消耗 那你不划算 而且台湾的国防预算 就是那么多 像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时候 台湾的国防预算的16倍 你台湾要怎么样去 所以我倒认为 这些军火商来给他提出来 你这无人机 第二个 你就是这些精准炮弹 我们可不可以在台湾做生产 最主要是我们知道 它的导控 它的导引段 炸弹站在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也是它的一个 但是它这个控制 它这个是稳定翼 这个是一个操纵翼 这个是个稳定翼 不然后面它会 它会摆 你稳定翼出来之后 稳住 正正要由这个地方做操控 它里面还有电金 还有我们知道半导体这些晶片 导控系统在这个地方 它这样出去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25家厂商过来 当然是为了做军火的生意 但是我们应该提出我们的需求 变成买方市场 不要它开清单 要我们去就是卖这些 那卖这些合不合一 适不适合用 就用136火山布雷系统 我当时想起火山布雷系统 当初在台湾 你要打什么样的战争 台湾最重要你要打什么样的战争 是滨海决胜 滩暗千敌 还是源头之压 远程打击 远程摧毁 再次有滨海决胜 最后面滩暗千敌 不要路上作战 路上作战你要打城镇战 或打巷战 都这种近战 台湾适不适合 台湾工商大楼那么林立 人口密度那么高 适不适合在路上作战 美金兵推是这样 到时候 中共夺取了海忧空权之后 最后面登陆 八万大军登陆台湾 后面就不讲了 那就紧接着就是城镇战了 你就是在路上作战 众生作战 那这样的话对台湾是极不利 因为在空权跟海权 被解放军获得的状况之下 那台湾的路上作战 是非常的不利 它刚好 它的这个作战直升机 直接对你做攻击 它可以三星攻击吗 空中的战机跟你都轰炸 对不对 作战武装直升机对你做攻击 甚至在这个海岸上面的舰炮 对你重要目标做打击 当然还不要忘了火箭炮跟导弹 火箭炮是做面的摧毁 导弹就是重点的摧毁 那这样的话换句话 你要去讲 就要去思考 你要去想定 威胁的源 威胁的整个的场景是如何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布局 我们需要买哪些武器去反制 对火箭炮的反制 对重要的导弹基地的反制 对它的雷达关通系统 做导引的做管制 还有对它的无人机的发射的基地 风群战术的 它的无人机的这些机场 做攻击 做质押 要整个要去想 那对舰上是怎么用 是用鱼叉飞弹 是用海军的鱼叉飞弹 还是陆上的陆射的 机动的鱼叉飞弹对它打 还是派F-16挂 空色色的鱼叉对它做攻击 还是要用雄风 雄山或雄二飞弹对它做打击 这要做话去想 不是美国麦克风 到时候知道武器弹药 20年30年之后就没用了 另外一个听说 就是这些也向我们推销 希望我们能够买F-18 大黄蜂 可能有这种想法 推销大黄蜂 我有听媒体这么讲 媒体有这么说 那如果是大黄蜂 那我们想要 大黄蜂是不是合我们 我们的后勤为宝 你要买多少架 你要去养它 然后我们的图存够不够 机宝够不够大 大黄蜂 我们的大黄蜂 它是双直尾刺 双发弄机 是属于重型的战轰机 重型的 它虽然不是轰炸机 但是具有轰炸的功能 算是重型的战轰机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台湾适不适合 有没有 你的后勤 补保 机库 机宝 这些够不够 飞行员足不足 当然韩兴典兵多多一散 越多越好 资源越大 这个自己好用 但是不要忘了 你有多少的国防预算 国防预算分三种 一个是人为 你人为费就占了43% 剩下57% 那就是要 这些油 弹 水 电 什么 行政数 也包括军事通知 跟作业维持 那只剩57% 你丙就是那么大 你要怎么去养 让这个组合黄金化 黄金组合 一定要这个样 小夹子 大的夹子无所谓 要买什么 要吃什么 要怎么样发扬活力 那随便 因为资源够 那现在是 资源有限 那你要步步到位 要精打细算才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